HELLO,大家好,我是Oyal娜娜,欢迎来到《Nobby's Twin Style》。 最近就是在忙一些发布专辑的事情,然后最近也刚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的EP,所以就专注在自己的专辑和写歌上面。 就20岁是一个还蛮美好的年纪,就是介于长大和还可以当一个少女的一个年纪吧,所以可能这个年纪也希望自己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事情,然后更勇敢地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,然后同时享受工作的时候也能享受玩乐的时候。 今天拍摄的感觉其实还蛮舒服的,因为今天的两套look都是还蛮像我自己平时喜欢的感觉,那我觉得拍摄有时候会像是在扮演另一个角色,但今天可能就扮演我自己。 指甲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取得拍摄吧,因为我平时做指甲其实也是挺看心情的,然后也看最近的工作合适什么之类的。 今天背的是一个mini的twist,然后特别选择了一个粉红色,因为夏天到了嘛,所以我觉得浅色可能会更适合夏天的感觉。 那今天刚好也呼应这些小花花,然后这一套衣服对我来说也就是稍微更少女更浪漫一点,它就是那种碰碰绣,然后加上蕾丝的感觉。 所以也作为一个小小的呼应。 然后这个包包对我来说就是虽然它甜甜的,但它同时也可以酷酷的,因为它上面的整个扭扣的设计啊,包括它的肩带,其实有黑色和银色的摩登线带感,所以就是可甜可言嘛。 包包里面其实装的都是我日常会带出门的东西,那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mini的包,但是它容量非常大,因为它就是这个波纹状的感觉。 我觉得它设计其实它里面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装自己的东西的。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每天必备的口罩。 然后有一个每天会习惯早上喝的一个菊花茶。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坚果棒,因为平时工作呀或者是出去就会带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小零食,但同时又要保持就是低卡。 不能是不健康的零食,不健康的零食就我吃吃就好了。 然后有一个我的手机,还有一个平时用的绑头发,然后上面也是有一个小花。 有一个一次性的漱口水,还有一支笔。 所以其实能装下的东西还是很多的,然后装完了之后里面还有空间可以再装其他东西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喜欢带这支包出门吧。 其实我觉得最特别就是这支包它有很多种拎法。 就也可以把这些袋子去了,然后就只拎一个小链子。 然后它也可以斜跨,然后也可以单肩背。 然后或者就是,就是这样子拎着。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习惯,然后也看今天一本天的搭配吧。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,今天这个造型就更偏向于斜跨。 我觉得刚好就卡在这个位置是还挺可爱的。 然后这个粉色的皮革又能搭配到这个画。 所以如果是今天的画,我会选择写画。 知道了吗? sai